我的故事您有聽說過嗎? 您說盧貝松倒的那個電影 雷霆沙鎮 那也不蠻好看的 不蠻好看嗎 我們現在你會講朋友進開車 你可不要鬆弱他們開快車 沒有沒有沒有 這真的是一個愛國的計程車 一群愛國計程車 1914年第一次大戰爆發 那時候一開始德國如風捲殘葉 風掃殘雲 差點就直接進攻到巴黎城下了 危險啊 整個大軍推進了馬恩河畔 離巴黎只有60公里 這時候巴黎糟糕了 法國人說怎麼辦呢 我們的後備軍都在後面 60公里的話趕不上去啊 他走路走到這兒不知道要走過天啊 有人就獻祭了 我們沒有開車 可是呢我們有計程車啊 好的 這時候大夥動員 怎麼動員呢 就是由巴黎警察局長告訴警察說 你們你們去街上 就是看到的計程車講 今天下午6點 集合在什麼什麼地方 我們要上前線打仗去 然後果然就這樣口耳相傳 現在第一聽到 他們基本上馬上靠邊請乘客下車 有禮貌的說 對不起我現在要去救國 我要去打仗了 不會吧 後來您知道 命令是1點鐘出來的 下午6點 然後呢 將軍來了 將軍要檢閱嗎 6點看到 600輛車 加好了油 整整齊齊的排在那裡 然後來過檢閱 是是是 他看到非常感動 當下說 這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600輛車 其中有一台被拖走了 他違規停車 599輛 每輛車載5名士兵 來回兩趟 總共運了6000人上前線 那後來一場 這樣打贏了還打輸了呢 法國打贏了 結果德國呢 就因此停了下來 你可以說是扭轉乾坤的一舉 就是我們計程車的問獎朋友們 他們救了法國 沒錯各位聽眾啊 我們現在就在講 這可不是此虛無有的故事 這可是實際發生的歷史呢 對 在義次大戰的時候啊 法國巴黎的計程車司機 因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運輸的功能 所以扭轉了戰爭的關鍵 沒錯 你就是這麼重要 是 今天想要